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環購炒減息,恆指望三萬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恆指跌了59點,收報28,795點 成交只有724億 最主要原因是昨晚美股半日市 今晚美股因為美國國慶休市 今天港股自然成交少 加上還要觀望明晚,即星期五 美國公佈的就業報告 這個大數據,在這個之前,港股今日成交縮 牛皮偏遠都很正常 不過最主要的點 今天恆指不升是曾經在早上的時候 終於碰到29,000關 最高是29,07點 小商底糧度升幅,29,000區 可以說是到達了 終於到達了 但是跌著來收,是不是不太好 其實基本上現在都是一個高位增持的代變格局 正在等於明晚的數據 為甚麼明晚的數據重要呢 就是能否美國繼續炒減息這件事 繼續炒下去 首先,剛才說了今天的題目是環球炒減息 現在的主要就是炒減息 其實兩件事,第一個就是困擾港股的 就是中美貿易戰 自從習特載會之後 公佈了一些會繼續再談判 跟我們預期都差不多 以及放生了華為之後 這一件困擾的事情 可以說是暫時緩和了 說到暫時的 因為之後會不會再有其他東西 相信會有的 不過這個暫時緩和了 之後就看看究竟利率去向是怎樣 利率去向其實現在都是在炒減息 美國炒減息不亦落伏了 炒到甚麼呢 炒到昨晚 即是只有半日市 7月3日晚 美國股市三大指數都創出收市新高 其中兩個指數創即市新高 歷史新高 走勢非常理想 為甚麼他們會炒減息呢 事緣是昨晚美國公佈 一些數據就沒有那麼理想 令到市場 就憧憬聯儲局 就會更加趨向夾派 就會放多點水 那是說甚麼數據呢 昨晚有個6月份的 ADP公佈那些 即是私人職位 被稱為 市場叫做小飛龍 大飛龍 即是星期五晚 明晚公佈的 每個月的飛龍業就業職位 ADP都是每個月公佈一次 調查私人機構的就業狀況 這個就被稱為小飛龍 昨晚這個小飛龍 就是10.2萬而已 較預期的14萬份 就少很多 市場就憧憬聯儲局應該會更加偏夾 所以又刺激到股市 不單止這個數據 昨晚也有一連串其他數據 今天經濟日報文章那裡都寫了出來 不在這裡重複了 不浪費時間 總之這些數據就好 就刺激到美股向上 刺激到美股甚麼向上呢 看道指 道指遲遲未創新高 終於是昨晚半日史的時候就創新高 以全日最高位26966 收市 全日最高位收 就較前浪頂 即是去年的高位 去年的高位 是甚麼呢 是26951 高了一點 高了15點 高了15點 這個新高 至二都挺重大 因為它是遲遲未創新高 在美股三大指數裡面 終於創新高了 如果大家看看 這個標普500指數 它就早些創新高 其實它在6月這裡已經創新高了 但是回了下來 現在近期這幾天 慢慢地飆升上去 就不會了 那 昨晚 星期三晚 亦都是以全日最高位 2995點來收市 很漂亮 還有一支羊竹賞 近期的走勢 都仍在拋上去的形態 未創到即市新高 但是創了收市新高的就是納指 納指昨天收8170 都是全日最高位收的 但是距離前浪頂 在5月份的前浪頂 8176就差了一點 差了6點 未創到即市新高 但是以收市價來計算 這個都是新高 都不錯 三大指數做得好 最主要原因是炒減息 現在的息口是怎樣 我們看看美國10年期 債息的走勢 一直十級而落 現在不是避險它才息落 另外一個 看債息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它反映著 未來的息口去向 現在一直下跌 1.95厘 1.95厘 之前前浪底 2017年9月的2.04厘 跌穿了 現在十級而落 在2016年7月的時候 見過1.32厘 今次有沒有機會再下去 見1.32厘 甚至這麼低 我覺得是有機會 非常大機會 有可能 債息還要很久 是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第一 特朗普總統不斷逼聯儲局要減息 市場力量不斷逼聯儲局要減息 這兩股力量 聯儲局不能夠忽視 他雖然說自己很獨立 就是鮑威爾 但是他由於開局開得不好 他的獨立性已經是存疑 市場不太相信他獨立 其一 其二 就算他很獨立地說 但是特朗普都可以委任一些偏甲的理事 聽特朗普說的理事進入聯儲局 現在市場可能會委任兩名偏甲的理事 可以在投票的時候左右到大局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其實是一路可能一路一路一路減息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美國的債券知識曲線 仍然倒掛 如是美國未來仍然都有衰退風險 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路不斷減息 又有多出奇呢 所以不要說他跌到兩里 跌穿兩里就已經跌 可能會有些技術性反彈 如果數據稍為好一點 經濟沒那麼差 可能會有些技術性反彈 但是反覆向下的格局仍然存在 因為總統特朗普很想減息 這個市場很想減息 所以兩股力量推到他 有機會跌穿1.32 再創歷史新低都未頂 債息不斷向下 所以股市 美股為何不斷炒著減息 就一直創新高 至少美國市場不斷創新高 你以為內地就不是炒減息嗎 不是 你看看這個圖 這個是一個月期的上海銀行同業刷息 一個月期上海銀行同業刷息 剛剛跌穿了兩里半 他在去年底的時候 多高? 三里四九 即是三里半 三里半 跌了一里下來 兩里半 剛剛跌穿了 兩里四九 跌了沒有? 從這幅圖 如果你相信圖表的話 他一個橫行區那麼久跌穿了 哇 有時間跌 他一直一直跌 有機會 一個月期的銀行同業刷息 雖然不是官方利率 但是大家都知道內地很久都不動過官方利率 通常是降準這些去做決定 或者是在市場正回購、易回購操作 去操作去控制那個息率 注意了 本州是沒有做過易回購放水的 但是有那些易回購到期的 其實連續九天沒有做易回購放水 本州 總共到今天為止有三千一百億元人民幣 是到期的 即是要收回一些錢的 只是今天都收三百億的人民幣 但是一直不斷收回水 但是市場其實都是水浸的 銀行同業刷息不斷下跌穿兩厘半 意味著是什麼 其實都放了很多水出來 今天瑞銀有個經濟學家胡一凡 他就是瑞銀財富管理 亞太區投資總監及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一凡 就說 中國有機會在今年 會降準一百至二百個點子 今年年初一次降準一百點子 即是一來 分了兩次做 每次0.5厘 但是他現在說 今年仍然都有機會再降準 多久 多少 是一百到二百點子 不斷會繼續放水 其實放水降準和減息 阿爺就不做減息會降準 因為他曾經收了很多存款準備金率上去 很高的存款準備金率 所以一直可以放水出來 胡一凡是這麼看的 如果你看到銀行同業刷式的圖 最近不斷滾滾 就真的有機會放水 所以來看 其實A股近來 走回一個比較好的 這個像樣的一個反彈 有沒有機會從上去之前 那個前浪頂 比如說上去3,200 3,300 是有機會的 如果真的好像這樣說 降準一百到二百個點子 這樣便會似乎到彈上去 是吧 我們再看恆子 恆子上來2萬9 是好像有點卡住 等於剛才A股 好像卡住 因為經濟不好 數據不好 是吧 不好 所以卡住 好像沒什麼上去 但是如果一放水的話 他沒有機會衝穿2萬9 就挑戰這個3萬關 不要以為3萬關 真是很遠 3萬關是一個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5月3日 當時收市位 就是收在3081點 即是5月3日是什麼事 是特朗普突襲說要加中國關稅 之前那一天 接著一說完5月6日就跌下來了 其實之前的收市位 就是3081點 如果我們說重返3萬區 其實只不過是回到 就是特朗普突襲之前的水平 加上放水 和現在中美貿易談判 重啟的情況下 我覺得不是說大上頭 是有機會做得到 所以今天的題目是說 環球炒減息 恆子望3萬就是這樣 今天分析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